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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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由于这很多行业 特别是像餐饮服务 而且和旅游相关的行业 目前生意依然是受到很大影响 有的甚至于完全没有生意 特别是依靠那些国际游客的行业 或者说是门店的话 目前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 所以毫无疑问 他们会选择在三月之后进行裁员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担心 这一旦是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澳洲的经济 是不是就会开始再次下滑呢 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 大家这个担心应该说是不用太过于焦虑 因为从三月公布的二月就业数据来看 澳洲的就业数据在过去的五个月连续出现了增长 特别是在二月份就业人数接近于 新增就业岗位是接近于9万人 远远超过大家预期的3万人 而且现在的工作人数 或者说是包括兼职的全职的打零时工的 全澳有1300万人在工作 那么这个数字也是超过了在疫情之前 2019年年底的数据 换句话说 现在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人数 已经重新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数字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在其他方面澳大利亚的经济 GDP数据在过去的半年中 也是非常强劲的上涨 即便是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对比其他发达国家 像英国GDP是倒退的10% 法国8.4% 德国和日本是接近于5% 即便是实施了天量量化宽充刺激的美国 它的GDP数据也是下滑3.5% 但是澳大利亚是西方发达国家中 经济表现在去年最好的一个 虽然它的GDP是下跌了1.1% 但是总体来说 对比其他国家依然是非常的好 那么自从第三季度开始 澳大利亚GDP已经开始出现回升 回升速度非常快 达到了3.5%以上 而且呢 现在从银行以及澳联储预计 2021年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 将会超过3%以上 那么这个数字呢 也是过去10年以来 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最快速的一年 换句话说 在目前澳洲各个城市基本上 已经没有本地病例的情况之下 经济的恢复将会继续加速 那么即便是在3月底 政府的就业补贴结束之后 可能在4-5月会有小幅的失业人数增加 但是这并不能够影响到澳大利亚整体经济 在今年的强劲恢复 所以大家对于3月底取消补贴之后的担心 大可不必 澳大利亚的经济 在今年甚至于明年 都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我们再来说一下皇冠赌场的问题 我们知道皇冠赌场在上个月 是原本准备新开悉尼的赌场 但是被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临时停止了它的赌场牌照 那么这个事也使得皇冠赌场 或者是皇冠集团 它的上市股价 在过去的连续几个月中是一路下滑 再加上受到疫情影响 很多的游客和国内游客和国际游客 并不能大量进入有人数限制 又使得赌场的生意是一落千丈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目前来看 在昨天为什么皇冠赌场的股价 能够突然上涨 那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的黑石集团提出了 对于皇冠赌全资收购的方案 在出台的或者说在曝光的新闻中 美国的黑石集团或者叫贝莱德 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曾2009年之后多次获得管理金额 世界第一的称号 贝莱德或者叫黑石基金 提出以11.85澳元一股的价格 收购皇冠集团的股价 全额股 那么上周五皇冠集团的股价是9.86 因此 11.85对比9.86的股价 几乎是上涨了20% 看似是非常贵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但是如果把时间倒回到2019年年初 11.86的价格依然是非常便宜 当时这个皇冠赌场曾经和美国的 永利集团 永利赌场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新加坡和新加坡的金沙 包括美国的金沙 他们的拥有者 永利集团谈合作的时候 当时曾经一度非常接近于成功 当时的价格是以14澳元一股的价格出让 之后谈判破裂之后 在2019年7 8月份和澳门赌王何家 进行谈判的时候 当时这个皇冠赌场出让25分 也是以12澳元以上的价格出让 所以现在11.86虽然说 比它上周五的收盘价是要高了18% 但是对比2019年的价格依然是非常低的 况且我们要知道一点 就是现在 从澳洲联邦政府到悉尼州政府 到我们说的赌博监管委员会 澳大利亚的赌博监管委员会 现在对于皇冠赌场的大股东 小派克是非常的不满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也是 从各个方面 不管是政策上 牌照上 还是在新闻媒体的舆论和风向上 都发表了对于现任皇冠管理层的极端不满 意思就是这样 你赶紧的卖股份走人 大家也不用担心皇冠赌场会就此倒闭 第一 因为皇冠赌要大利亚总共雇佣了 包括全职和临时工和兼职在内 接近于5万人 因此政府绝不会允许这5万人失业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更换他的股东 也就是逼着现任的大股东 小派克赶紧卖出股份来换人 所以现在美国黑市集团 首先是美国对澳洲来说没有任何监管问题 第二 黑市集团本身就是一个上市基金 而且是规模非常大 所以说由他来收购皇冠的部分 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那么至于这个最后的收购方案 能不能获得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收购成功的话 那么悉尼赌场再次开门的可能性 那将会是十拿九稳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更多其他的问题 欢迎致电我们的电话 或者是联系我们的小助手 获得更多资讯 下期节目见